为何说孙策不死便无三国呢? 历史上的孙策究竟有多恐怖? 竟然曹操都不敢为止争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江东小霸王 首先要明白的是 古代一个王朝的统治风格 往往是由君王的性格和能力所决定的 君王盛名则帝国强盛 君主昏庸 帝国则必然短暂 同为江东之主 孙策和孙权的性格截然不同 孙权的性格比较细腻 善于审时度势 而孙策的性格比较刚毅 喜欢英武果断 两种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两个不同的江东 孙策坐临江东时 整个江东集团的战略就是两个字进攻 而孙权继承后 江东集团的战略重点就变成了防御 即使孙策在死后的那一刻起 东吴就注定了只能偏悍异欲 虽然孙权在前期不发为英明君主 但是性格过于温和 所以才致使周瑜一直在江东主攻 可你发现 赤壁之战前后 周瑜身上的光环和名声早已胜过了孙权 而晚年的孙权 在继承人问题上更是反复无常 导致党政不断 朝局不稳 动摇了江东国制根基 这是孙权身上存在着的严重诟病 反观孙策 似乎走到哪里都是全场的焦点 17岁时便征战沙场 以一千士兵起家浴血奋战 之后 征战江东百战百胜 为孙胡政权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史书上这样评价孙策 英气竭技猛锐贯世 揽其取义至灵中下 而三国隐义对孙策的评价也非常不错 说他勇猛刚毅且有统帅之风 孙策志向远大 野心勃勃 父亲孙坚死后 他先是为父守孝三年 之后便开始了四处拜访有谋之事 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起初他本想投靠袁绍 但不料袁绍为人心胸狭害 看他英气逼人 未能将其收留 随后他又找到了袁树 袁绍知道他才能过人 能屈能伸 于是对他十分赏识 但也没有敢继续孙策过多的权力 虽然在袁树手下效力 孙策也依然不忘积极寻找时机 壮大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袁树注意到自己 孙策先是在驱俄招募数百人 打跑了山贼祖廊 然后带着人马和战利品 请求袁树归还父亲孙坚的救部 看到利益之后 袁树这才答应 归还了孙坚救部数千人中的一千人 自此孙策便正式开启了创业江东之旅 如果孙策没有英年早逝 关渡之战乃至整个三国的历史 都要被改写 甚至也没有三国鼎立一说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孙策在袁树手下效力一年多 仅凭这一点辉弱兵力 就先后打下了九江 卢江可谓是功劳卓助 但他没有想到 换来的却是袁树的一张大饼 这让孙策彻底看清了 袁树言而无信 反复无常的面目 于是他便脱离了袁树 离开袁树之前 他特意将父亲孙策留下的传国玉席送给了袁树 一来把仇恨全部吸引到袁树这里 二则可以以此换来成仆 黄盖 寒当 祖茂等四元东湖老将 再加上一千多的兵马 这就是孙策创立基建的全部家底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孙策返回江东的路上 就不断有人前来投奔 这里面包括周瑜 鲁树 等他抵达江东时 投备的人马已经达到了上万人 可见小霸王孙策的名声和慰望 当时孙策也就年仅23岁 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的影响力 这在三国时期绝无仅有的 后来孙策先后击败许贡 盐白虎夺取吴郡 随后又在江东六郡反复横跳 击败刘瑶 王郎 太史茨 夺得会计 丹阳 之后孙策又向东横早 于公元200年击败华星 夺取豫章郡 值得一提的是 华星当时听说孙策要来进攻豫章 直接举城投降 自此 江东六郡尽归孙策之首 从起兵到统一江东 这回小霸王仅用了六年时间 其军事能力让曹操都望而生叹 正值袁绍的势力如日中天 而孙策又吞并了江东 委居许昌的曹操对此感叹道 难以与之正风 于是只能选择对孙策进行汉服 曹操当时的安抚政策是 让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小弟孙匡 然后使儿子曹张迎接孙策 堂兄孙分的女儿 但纵是如此曹老板觉得还是不够 最后他就携天子以令诸侯 命扬州刺事 着生孙策的弟弟孙权为官 而孙策对此仍不为所动 因为他想要的不是一统江东 而是一统天下 险些改写三国历史 并称为三国最大赢家的居然是他 小霸王孙策 如果孙策没就遇刺 那么统一北方 就没就曹操什么事了 过年两百年 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战 在中原地区即将爆发 此时的曹操和袁绍 正在关渡战场上对峙 于是孙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谋划 那就是趁曹操和袁绍 打到焦头烂额之际 偷袭许昌 劫走汉县地 如果曹操胜 他便以许昌 江东为根据地 出兵加级曹操 趁势一举灭曹 反之 如果袁绍胜 则趁势灭元 为此 孙策还秘密整顿了军队 部署了很多将领 可谓是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 试想 如果此计划能够成功 那么历史必将由此改写 然而 就在这历史关键时刻 孙策却出城打猎 不料遭到了许公门客偷袭 最后重伤身亡 年仅26岁 这是江东孙湖的一大悲剧 孙策还没等到曹操与袁绍决战 自己便隐恨西北了 其实 关于孙策的悲剧 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家 早已给预测出来 当时曹操也十分担心 孙策偷袭后方 国家对此劝道 侧倾而无备 若刺客扶起 一人之敌尔 以无关之 必死于匹夫之手 这番话的意思就是 孙策虽然应勇 但却属于防备 日后必将死于刺客之手 曹操也又听了这番宣告 才全力以赴地投入官渡之战 当听闻到孙策被刺 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孙策临终前 将江东大权 交给了19岁的弟弟孙权 然后留下一言 内侍不觉问张昭 外事不明 找周瑜 凭借哥哥孙策的遗嘱 和强有力的江东根基 孙权才坐稳了江东 使江东在乱世三国中 立于不败之位 然而孙权的军事能力 远不住孙策 导致江东一直处于战略防守 因此直到司马家族统一天下 江东再也没有 嫌弃什么大风大浪 回过头来 再总结孙策的一生 从17岁征战沙场 到25岁称霸江东 所表现出来的军事能力 和胆势谋略 在江东中当属第一 只可惜一代雄竹 一年早逝 如若孙策不死 曹操大概统一不了北方 偷袭雪长的战略意识 就是很好的说明 所以说孙策不死 三国历史必将改写